这种颜色是神的陪伴的颜色 这种颜色使你们不断地成为最崇高的人 使你们成为所有中最崇高的人 就像父亲是至高无上的一样 同样的神的陪伴也使你们成为至高无上的 他正看到一颗幸运福气之心 在每个孩子的儿童上闪闪发光 在整个周期中 除了你们这些幸运福气的孩子 没有人能够达到这个幸运福气之心 崇高的幸运福气是 只有你们这些孩子成为了双重纯洁 也就是神圣的 大家欣赞 今天早上爸爸说 爸爸说只有这个幸运福气的灵魂 才能够做出这个崇高的努力 很深的努力 首先我们必须想那个胜利 那个成功都是幸运福气 爸爸说甚至要做一个好的努力 就是非常盈利的这个努力 就是通过这个幸运福气的灵魂 是有可能发生的 还有也是两个练习 爸爸给了我们两个练习 你知道 就是通过我们的心思 我知道说 我在一整天里 我尝试去看 然后爸爸说 你的心智不应该被这个身体给吸引到 被他拉 被身体拉着 你的心思和你的心智只能够跟我 被我吸引 爸爸给了我们两个境界 然后 然后就是 就是 瑜伽的境界 还有 就是所牵引到 所以在祝福中 当爸爸说 你的心思和心智应该是非常稳定的 那就意味着如果我拥有 对某个人拥有这个纯洁的情感 但是我没有看到那个人有任何的改变 我没有看到他有那个积极的反应 爸爸说 那个是你的情绪 你的心 你的思想 不应该被你的想法所动摇 我记得说 达地将帝 他是非常 大家都知道的 他就是保持这个对每个人友好的主愿 拥有信念 而且非常有这个怜悯 每个人都很羡慕我们的达地将帝 一次发生的是一个灵魂 他制造了 他就是制造了很多 很多的这个障碍 给了很多的困难 达地将帝 就在看我们几个在哪里 我只是说通过 他会 就是好像 比如说如果我讲的话 他能够改变 或者是神在他面前那样 他会改变 所以对这个灵魂就好像 接下来是什么那样 我们必须要 我们大家都必须做努力 我们 我们一直呢 都是利益者 当然每一次呢 我们都要去看我们的心思 一直都是 拥有纯洁的情感 好的主愿呢 给予每个人的 但是 稳定在我们的心智中 也是 就是那个 专注 专注就是应该能够 也是应该是简单的 有时候你只是在 专注注意 保持这个注意 就是完全的专注 与爸爸 就比如说跟爸爸 同在 跟爸爸一起 但是我们应该一直记得说 如果我是有幸运福气的 最大的这个 一个其中一个 最大的幸运福气就是 我的心 我的思想 一直都是崇高的 这个是最大的幸运福气 因为每一个思想的 就会造成 就会制造出一些的 这个振波和能量 如果我们的思想是崇高的话 就好像 纯洁的这个思想 那么那个 那个反应呢 从大自然的那个回应呢 就会通过不同类型的 这个情况呢 都是非常积极的 所以我要 要提醒我自己很多的 不只是要 不要有这个 普通的想法 但是要有 崇高的思想 没有疑问 胜利就是胜利 然后成功和胜利 是与我同在的 将会发生什么呢 有吗 你们的心思中 有没有来 有这样的提问 很多很多的灵魂在问 一个是给予自己的 个人的 一个是什么将会发生 所以我一直都会说 你看多少年了 每一切呢 每一切呢 已经发生了 非常非常美丽的 非常美丽的在发生着 爸爸是在 在照顾着 爸爸给我们好的 就是陪伴 好的滋养 还有滋养 所以一切发生的 直到现在 都是好 这些东西都会继续的 但是很多人在 在问呢 现在 佛将会发生什么 中心将会发生什么 写空间将会发生什么 事情 所以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 这是爸爸的 爸爸的学院 在这个一年半里呢 甚至我们看到 不管是什么 中心呢 人没有来了 学生也没有来了 但是每一个中心 每一个爸爸的 这个爸爸的空间呢 都是神呢 他在滋养着每个人 我就是每个地方 我就是到处的去 每个地方 我拨电话给他们 我问他们 他们有没有食物吗 有没有食物 但是大家都是有的 所以很多的 现在很多就是 通过这个线呢 线上的服务呢 就很多了 就是通过这个网 网络 很多这个服务就发生了 所以 时间已经改变了 肯定的 但是这是爸爸的 Yakia 爸爸的学院 如果我们一直在想说 这是谁的任务 我记得 无论什么时候 有些 我们的计划 会发生 Danggadi 会有计划 然后我们会说 爸爸给我们知道 告诉我们 什么事情会发生 爸爸说美部 这是真实的 真实的这个戏剧 什么会发生 在戏剧中呢 它就会发生的 我们必须变得非常强大 要勇敢 然后保持我们的信念 不会动摇的 因为那就是为什么 就是 我们的信念呢 应该是不被动摇的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是被爸爸领养的了 所以所有的 从我们这个 祖先灵魂呢 还有 我们的 爸爸呢 给我们的祝福 这些呢 都成为呢 工具 所以 很多 很多的 滋养 也是很多 很多的 这个 祝福的 珍宝 但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思想 都必须是 应该是要 崇高的 于是后 我们在说 我们开始在想 状况 情况 但是我们应该 一直呢 都要 就是要有 这个崇高的 想法 这样子 想法 对 我们会说 对 这些都会发生 你会想 就是要这样想 甚至呢 我们 我们的身体 也要经历很多 不同 就是要了结一些 的 藏目 一些因果藏目 爸爸不只是在 照顾这一点 但是在某些地方呢 爸爸肯定呢 就会使用 就是使用这个 就像工具那样的 使用这个身体 甚至在 就是甚至使用那个 灵魂的寂静 静静的力量 还有他的这个 纯洁的力量 还有他的瑜伽的力量 甚至这个身体 不是不健康 不好 但是很 在灵魂中呢 有很多的 很多的善良 很多的纯洁 很多的慷慨 所以这些 这些呢 这些品质呢 都是对神呢 都是能够有 贡献的 所以我要 一直感觉到 自己是 非常有幸运 福气的 我是崇高的 爸爸 爸爸在使用 我这个崇高的 特别的 这个特殊的灵魂 所以我的思想 应该是要 必须要 崇高和稳定的 还有我们的态度 今天爸爸说 我们因为 我们的态度 是 是非常 也是非常 精微的 所以不要 不要坚持着 那样的 这个 这样的态度 因为 每个人都会 改变的 他们会变得更好 所以我的 我的态度 也是要 非常崇高的 当你起身的时候 起来说 就是一整天 很多次呢 你要提醒自己 我是最崇高的 和纯洁的灵魂 这个肯定呢 能够帮助保持 帮助我们保持 不被动摇 OM SHANTHU 漫不经心 对一个灵魂的境界 是非常有害的 我们不应该 漫不经心 保持全神 贯助的 否则 你们会伤害自己 我想说的是 我们应该 保持我们的境界 非常潜密的 变得 就是变得 轻盈的 变得甜蜜 同时 你们也应该 有良好的行为 有了这样的行为 你们的纯洁 境界呢 将保持得非常好 心思中的 任何的动荡呢 都是因为 这个原因 不良同伴 不正确的行为 不纯洁的食物和饮食 心思被拉向其他人 这就是为什么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所以 但 但你们应该保持自然 心思保持忙碌 他应该保持 非常的忙碌 你们越是 使你们的心思 参与 在崇高的事情中 如 比如说 知识的搅拌 你的工作和良好的 这个行为 心思越是参与 在崇高的事物中 他就是 他就 越是保持忙碌 你们就永远 不会感到沮丧 否则的话 现在的 忧郁症 是非常普遍的 是非常普遍的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有些人说 他们必须做 打巴西亚 申酒瑜伽 所以他们坐下来 30分钟 然后他们 起来时 他们的忧郁症又回来了 那是 那是什么类型的 这个打巴西亚呢 就是压力就回来了 你们从这样的打巴西亚中 得到了什么好处呢 许多医生来告诉我们 你们做的瑜伽 非常好 但是当有些人 被干扰的时候 干扰我们的时候 有些人来干扰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会 就会变得怒火 就是非常怒火 那是什么呢 那是一个好的瑜伽吗 这就像给一个报告 就是抱怨 不要给一个 这个抱怨 不要 不要创造这样的情况 不要给任何人带来 麻烦 问题 我知道有些人经常呢 给别人带来 问麻烦 给他带来痛苦 给别人找麻烦 意味着给他们带来痛苦 爸爸的咒语是 给予幸福快乐 获取幸福 不要给予 或者是 获得痛苦 不要给予 也不要获取痛苦 这就是为什么 通过密切 关注 我们的行为 就是我们的行为 和 Vikkarma 罪恶的行为 我们可以使自己呢 成为 Akarmi 就是中意 行为的执行者 如果我们不关注 Karma 和Vikkarma 那么我们将无法成为 Akarmi 保持你们的自我尊重 当然也要尊重其他人 这样通过保持我们的境界非常潜密 我们将自动的接近 Aviyat 天使的境界 而爸爸这个Aviyat的天使 将永远在我们面前 你们说你们所有人也都这么说 爸爸在Maduban的每一个 就是这个 就是在这个 这里呢 看到 你们也不要 你们不要 也都这样的经历吗 它确实发生了吗 为什么 因为爸爸一直在和我们在一起 所以我们感觉到了 无论你们住在哪里 保持你们家的境界 使你们能感到 爸爸坐在这个房子里 爸爸问我这个消息 我说 爸爸消息是 Daddy的这个纪念呢 存在于印度的每一个角落 就是在Bharad的每一个角落 不仅仅是在Bharad家族的 这个心中 也在 达地服务的灵魂中 他们对达地 拥有那么多的爱 我们都能看到这一点 无论他们是贵宾 还是其他任何人 他们都 使用Daddy 这个词 他们都会在说Daddy 好像Daddy是他们自己的 爸爸说 爸爸说 这是Daddy 自我童年时代 就保持 无障碍 无浪费的想法 并拥有 充满 兴虚的 甜蜜 声音的果实 所以所有孩子 都能以实际方式看到这一点 什么是精威的努力呢 他的 他就是实际形态 就是实际形态 精威的努力 就是实际形态 每个孩子都可以 每个孩子都可以 实际的看到这一点 他所做的 隐秘的努力 是用他全部的心来做的 他从心里把爱给了每个人 他给了信息 所以今天所有的信实和 获取过爱的灵魂 都记得Daddy 他们都记得Daddy 就像他们记得Brahma Baba那样 所以说完这些后 爸爸说 我说 爸爸 至少如果Daddy能 睁开眼睛 但他只是躺在床 床上离开 爸爸说 他不在床上 你说错了 他不在床上 而是在 而是在 爸爸的Bakton 就是精细区 他不是一个病人 他是在精细区 而是在爸爸的精细区 Bakton 他不是一个病人 但他通过 他通过成为耐心的化身 给大家 提供了保持耐心的教会 因此 爸爸说 你们都注意到这个了吗 尽管有这么多病 Bakton 他甚至呢 他甚至呢 从来没有一点 痛 一点的痛苦的思想 或者想法 从来没有 你们都注意到了吗 你们都注意到了吗 你们都看到任何的迹象了吗 我说 是的 爸爸 这是个奇迹 我们都看到了 我们能感觉到 Daddy 一定很痛苦 但当我们问他 Daddy 您有什么事吗 Daddy 就说 没有 没有 他说 没有 他就点头 说 没有 爸爸说 这也是 Daddy的一个 教导 这也是Daddy的一个教导 即使 你们是个病人 在 耐心境界中 稳定自己 是什么意思 甚至 在他的梦中 也没有一丝 好的痛苦 因为 从他的童年 当他来到这里时 他 当他诞生 就是在知识中 从那时起 Daddy从 就是在他的努力中 从不缺乏的 就像妈妈 也常说 就像妈妈 也常说的 爸爸说了 我就做了 同样的 他支持 合作 与妈妈 和爸爸 等同 于是我说 爸爸 世俗世界 需要这样的 一个灵魂 因此 爸爸就说 看 孩子 一边是 你们所有人 都这么说 而 另一边呢 是Daddy在想 Karmatik境界 就是了结 全部英国藏目的境界 弟弟说了 三次 Karmatik Karmatik 的境界 他一直说 他一直呢 就是尊重 为自己的 重复这个 那么现在 爸爸应该保持 这个 与他等同的 孩子们的 这个 愿望 与他合作 还是 听从 你们其他人的 意见呢 我说 爸爸 我们有这么多人 Daddy只有一个 所以您 应该满足 我们许多人的 这个心愿 对吗 然后Daddy说 我没有 他没有 我只向 爸爸问了 一件事情 我只向 爸爸问了 一件事情 我问他 那 我问他 那你要 你问的是什么 事情呢 他说 爸爸 让我在 Vatan 就是 京西区 待几天吧 那我就不能 对Daddy 说不 他 他让 他让Daddy 在 京西区 待了 十二天 Daddy说 我的愿望是 他告诉 爸爸 他的愿望 我的愿望是 就像 Brahma 爸爸 离开 身体后 在 服务 世界方面 变得非常 合作 我们已经看到了 实际的结果 因此 像 Brahma 爸爸 一样 我也 坐在 京西区 也是在 这个 Aviyati 就是 天使形态 的 这个 形态中 做服务的经验 我也想 坐在 京西区 体验 这个Aviyati 天使形态 做 Seva 服务的体验 爸爸说 我不实现 我可爱的孩子的 真实愿望 是永远不会发生的 如果爸爸没有实现 那么孩子的愿望 是永远不会发生的 首先是 我的孩子 这就是为什么 我听从他的话 Daddy总是 没有障碍 自我 就是在 自我尊重中 对其他人 充满尊重 因为 是 因为是这样的 一个化身 他从来没有 受到任何障碍 的影响 他一直呢 都是胜利者 我使他成为 一个胜利的灵魂 我给了他 一份礼物 这就是 他的奖赏 爸爸说 将 让他 待在 京西区 12天 我说爸爸 那之后 会发生什么呢 然后 他问 你想看看 这之后 会发生 什么吗 我说 是的 爸爸 然后 我看到 我看到 就是 我们的 Advanced Party 就是先里 就是我们的 这些祖先们 有10到12位的 这个灵魂出现了 妈妈 弟弟 Britjandradaddy Britjandradaddy 所有 这些 离开的 这些 特殊的 灵魂 所以 所以 还有 还有 他们以这种 爱的方式 拥抱了 Daddy 他们都是在 他们的 会和时代的 这个 形态中 他们这样 拥抱他 有人 拉着他的手 他们就 拥抱了Daddy 有人拥抱 他的手 有人拥抱着他 他们拥抱着他 说Daddy 是我们的 Daddy 是我们的 我觉得 他们好像 在喊口号 我问 为什么 Daddy呢 不是我们的吗 他们说 首先 他是你的 他陪了你 这么多年 现在 他也是我们的 爸爸叫他 去执行 一项特殊任务 我问 为什么 是特殊任务呢 然后 然后Daddy说 我非常喜欢 在 经济区的生活 就是在 经济区 我看到一切 无论 我想去哪里 无论 我想去哪个中心 我都能在 一秒钟内 到达 爸爸问我 爸爸向我展示 每个人的 新行徒 无论 他们的努力 是什么波浪 有什么波浪 爸爸都 给我体验 那些把我当作 神人的膜拜者 那些膜拜者 如何把我 当作神人 进行 灵性的 就是 并进行 灵性的 练习 这也是 爸爸在向我展示 此外 他还向我展示 科学家 这是科学家的 科学家们 现在如何 试图 理解我们的 寂静的力量 最终 科学家 这是要理解 最终 这个 运行 身体的力量 是什么呢 所有 所以 所有 这三个 政治当局 对他们来说 Daddy Daddy就 示意 他们就 就像那样 所以 Daddy就是 表示 他的 这个 他的表意 所以他说 他非常 享受 这个过程 我说 我们并不 享受 因为每个人 都想去 Daddy的 房间 但那里呢 现在 我感觉到 那里呢 感觉到 很空了 以前呢 那个地方 是闪闪 发光的地方 现在变得 空荡荡的 Daddy 然后Daddy 笑了 爸爸说 现在 孩子 把时间 拉近了 把时间 拉近 现在有 很多的痛苦了 很多 参加的 正在 正在 走向 极端 而孩子们 即使 现在 也 现在 小小的 事情上 就像 孩子们 玩 玩 洋娃娃 一样 为了 为了 这些 小小的 事情 他们想在 实践中 出现 自己强大的 心态 但 却做不到 但却做不到 我说 爸爸 每个人都在做努力 都在努力 爸爸说 他们 正在 努力 他们 正在 尝试 爸爸说 他们尝试 在做努力 我也 看不到 孩子们 做这么多 努力 然后 弟弟 做了什么呢 弟弟 拉着 Daddy的手 拉着 Daddy的手 拉着 Daddy的手 然后 他说呢 然后 弟弟说什么呢 弟弟说 Daddy 您是我 亲爱的 朋友 所以 您会 给我 陪伴 是吗 对吗 妈妈给了 Daddy 一个甜蜜的 追忌 就像那些 在 等同 境界 他们在 遇见 彼此一样 这些等同的 境界 在彼此 遇见 彼此一样 妈妈也 给了 也给了 Drish Daddy Drish 然后这一幕呢 就结束了 然后爸爸说 孩子 你刚才 看到的是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什么例子呢 爸爸 爸爸 再三告诉所有孩子 突然和永远 准备好 爸爸说 突然 突然 和永远 准备好 他在这两件事情呢 看到了 Daddy的课程 我们看到 Daddy的一个例子 你们记得什么 你们记得什么吗 你们记住了什么吗 他也变得 超脱了 他的身体 与此同时 这一切呢 都发生得 很突然 你们 不都是 这么说的吗 Daddy是 突然 离开的 所以 所以 在戏剧中 这是给孩子们的 一个例子 爸爸 说过 他会突然 发生的 爸爸说 他会突然 发生的 你们 必须 永远 准备好 所以 Daddy呢 给大家 因此 Daddy给大家 上了 这一课 这一堂课 这堂课 如果你们 所有人 都爱Daddy 那么 你们必须 永远 准备好 你们都必须 成为 永远 准备好的 这意味着 成为 与父亲 等同的 从身体 意识中 超脱出来 成为Karmativ 了结 全部因果 障目的 也就是说 在 执行 行为时 要变得 有爱心 和超脱的 然后Daddy说 就像 Brahma 爸爸 说的 那样 Daddy说 就像 Brahma 爸爸 说的 那样 无论 我们 从 父亲 那里 获得了 什么 教诲的 什么 教诲 和 滋养 什么样的 教诲 和滋养 我们都应该 通过 我们的 Sakar 事实的境界 来回应它 通过你们的思想 给予回应 通过你们的言语 给予回应 通过你们的 通过你们的 我想 我想在他们身上 身上的看到 爱的标志 就像 Brahma 爸爸 曾经 说过 爱的标志 经常说 爱的标志 是成为 与 父亲 等同的 同样的 你们 所有人都说 你们非常爱 Daddy Daddy说 我只想说 两个字 即使你们 即使你们忘记了 其他事情 也没有关系 但 我只想说 两个字 就是给予 爱的回应 那是什么呢 在跟随 爸爸时 我 保持 自我尊重 对所有人 尊重 无论是年轻人 还是老年人 都给予尊重 并 获取 他们的 祝福 今天 爸爸给了我 所有 祝福的 奖赏 所以 你们 也都 不要忘记 这两个词 即使在 梦中 也是如此 保持 自我尊重 给所有人 尊重 无论他们 他们是年轻的 还是年老的 我们必须 我们必须 转变自己 也要 转变 其他人 把这个消息 告诉我所有的朋友 和兄弟 因为 因为现在 很多时间 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现在 必须要回家了 以示 弟弟说 以示 弟弟 在中间 说 您刚才说 是我以前常说的 我以前 经常记得 家的情况 家里的情况 我经常 播放 过 这样的 唱 这个 记录 唱片 我们现在 必须回家了 这样的唱片 然后 妈妈和弟弟 以及所有的 这个 advanced party 不是 就像我们的 祖先灵魂们 都在场 他们都说 我们所有人 都会对你们 说同样的话 我们在等你 Muktitdom 就是解脱之地的 大门 也在等着你 Muktitdom 这就是为什么 获取祝福 并通过祝福 做出轻松的努力 迅速回到 Vartan 经济区 就很快地 回到经济区 因此 他们都以这种 方式呢 给予每个人 思念 之后 爸爸问 你知道 Daddy来时 我们不在这里吗 爸爸说 Daddy 在Vartan 经济区 发生了什么 场景 你应该 告诉他们 就是在 在这个经济区 看到了什么场景 告诉他们 然后Daddy笑着说 爸爸 您说 就像小孩子 坐在父亲的 怀抱里那样 他一直说 爸爸 您说 您说 他说 爸爸您说 您说 然后爸爸说 当 Daddy来了 到经济区 他就是这样 孩子们 在孩子 在爸爸的怀抱里 爸爸您说 您说 然后爸爸 爸爸说 当Daddy来了 到这个经济区 就是Vartan 那么 你知道 谁 欢迎他吗 谁欢迎他吗 就是 自然界的 所有五大元素 都 欢迎 Daddy 这个是八月,这个月呢,八月呢,我们一直都是在纪念中,记得我们的,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Daddy G,Rakashmani,也是这个月也是Rakashbandan,就是Daddy Guza,穿响刚才的那个星期呢,非常的,对我们是,非常的,很多的,非常奇迹。 我们的,那时候我们很多呢,都会呢,都是跟Daddy同在的,每次我们去Maduvanti,Daddy呢,他会花很多时间跟我们,当然他肯定是很多的爱,不只是,他不只是那样,他知道说我们住得很远,在我们的心呢,是非常接近的,但是世俗上呢,是非常远,所以他一直, 他一直呢,都会给我们很多的爱,他一直在看顾我们,不要吃这个,你要吃什么,你给我吃到,还有Daddy的境界,Daddy的爱,Daddy的纯洁, 那里的无限,非常,有一颗非常慷慨的心,就好像他不是做他的生活,他不是为自己而生活,但是为大家而活的,而生活的,他真的是有这个无限的爱, 他的容忍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奥妙的,每次呢,如果Daddy有什么病痛呢,我们就问他,Daddy你有什么痛吗? 他说,没有,没有,我知道,因为我们,他,我们在听到刚才呢,他的身体不是很健康,每一次你,Rabbi,就会问Daddy, 他,你,他问Daddy,你什么吗?他说,没有,他说,他应该是在他的这个无身体的境界中, 我,我希望,我也希望你们,我也希望你们大家能够拥有这样的目标,就像Daddy说,没有痛苦,没有痛也没有痛苦, 当然,今天爸爸也说,这个就是,慢慢的把你的心思专注于,在他的心思,这个,这个演操练, 我们也知道,在看Brahma Baba,他呢,从一开始就是一直呢,跟Shi Baba同在的, 所以我们大家都要保持我们的心智,我们的心呢,跟爸爸同在的,保持这样, 所以在我们的精神上和我们是,我们的这个世俗上呢,也保持这样,要保持非常好的, 这就是我们,这应该是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的这个记忆, 从Daddy,那里, Om Shanti 大家,晚上好,弟弟晚上好,我刚才,我喜欢你刚才开始的, 关于爸爸说的这个幸运福气,我们最大的,就是福气呢,就是从,就是要做努力, 保持我们的这个努力,然后,然后,然后让我们开始,在,做一点点的努力,在我们的心里面其中, 来看今天的功课, 今天是,我是一个纯洁,崇高的灵魂, Babdada的, 爸爸的这个眼光呢,是在我, 这个崇高的灵魂, 崇高至高的行为准则, 我是一个崇高的Brahmin灵魂, 我的名字是崇高, 我的荣誉和我的任务是崇高的, I am a pure, elevated soul, 我是崇高的灵魂, 崇高的灵魂, 崇高的灵魂, 是在我,这个崇高的灵魂, 遵循至高的行为准则的。 爸爸的眼光是在我, 这个崇高的灵魂, 遵循至高的行为准则的。 我是一个最崇高的Brahmin的灵魂, 在我,这个崇高的灵魂, 我的名字是崇高的, 我的名字是崇高的、 我的荣誉和我的任务是崇高的。 感谢观看 Babdada's vision is on I, the elevated soul Babdada的目光是在我崇高的灵魂 那个遵循至高行为准备的 I am a most elevated Brahman soul 我是一个最崇高的 Brahman soul Brahman soul 我的名字是崇高 我的荣誉和我的任务是崇高的 Brahman sou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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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